是我们一样的歌呀 今天是19年的1月26号星期六 星期六对于法国古宫的民众来说 意味着黄背心的卷土重来 因为每到星期六啊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穿着黄背心 他们走上街头去抗议游行 熟悉法国政治生活的朋友们 可能还会记得 为什么黄背心会上街游行 因为从去年10月11月开始 这些人们他们不满意于燃油税的上涨 也不满意政府在挤震 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义上的作为 所以他们自发的打击了不满情绪 我们只要是CDD 我们是CDD是不可能 我们只要是CDD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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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CDD是不可能 我只要是CDD是不可能 今天我们只要是CDD 我已经是CDD是不可能 我们只要是CDD是不可能 我只要是组合 我不是这样的组合 以後要到Macu, 他們他們完成了什麼選擇? 所有的航空進行 可以到巴黎西邊的立航站 一直往東走 在半晚的時候 我們要走到80里廣場附近 與此同時,在今天的白天 期間還會有不同的路線 所有的黃飛馨都會 根據他們之前既定的路線往前走 在半晚時尷尬 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17.18年左右 會出現在共和國廣場附近的 在晚上進行的遊行 这个是黄费心史无前例第一次在夜间进行活动 还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这次黄费心游行在乡街上的活动呢 是在警察局备过案的 备过案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这是合法的游行 也就是说在合法框架之下 各方会更加关注有可能出现的暴力事件 也就是说警察黄费心 以及在黄费心游行期间 负责打杂抢的那些职业打杂分子 他们毁三四而后行 再想一想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去主动进行暴力的攻击 有关黄费心的数字呢 他们其实人数的巅峰时刻要数去年11月17号那场大游行 当时全法国境内有28万人一起上街游行 但是随后这个数字一直在往下降 直到上个星期六这个数字下降到了8万人左右 其实黄费心的人数和他们的支持率一直在往下走低 根据上个星期的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呢 这个数据显示有64%的受访民众是支持黄费心游行的 反对的人占到了34% 这么乍一看来我们还会觉得支持黄费心的人非常多 其实这个数字跟去年12月月底的时候的数字相比 已经是有所变化的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支持的人 它的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 而反对的人上升了7个百分点 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每次在星期六黄费心游行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出现一些规模不同程度不同的暴力实践和冲突 其实这个对于普通人的出行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 而且对商业活动也有很大的冲击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在乡街上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商家已经决定去雇用私人的保安来去保护每个星期六黄费心游行期间他们商店的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明天在巴黎还会出现一场名为红丝巾示威活动的游行 这些人他们的诉求是要反对暴力和冲突 重新恢复共和国的秩序 现在距离欧盟的选举还有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其实黄费心他们原本的诉求是不参加政治生活的 但是最近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 有一部分黄费心决定去参加欧盟的选举 另外一部分所认为这是一种变解和背叛 如果这能干什么直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在政策 所以我们是在政策的总局 全都是政策的政治策 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平台上 以后我们会分解一下 这些人再向面约我们的节点 就是我们的政治 我们可以说出场 我们可以说出场 我们不会说出场 但是我们必须要不要在政策 全都是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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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一层 有一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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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一样的选择选择选择 第二点,前几乎美国的选择,他已经在法国中的关系 现在,马克风会给予了一些东西,这就是这个选择 然后,他应该是接着,但是我们不开始之后 无论如何决定去参加欧盟选择的黄北新,他们的领军人吴勒华兽尔 这几天,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曾经在上一次的法国大选当中给马克龙投票 四月月初激发了很多黄北新的不满情绪 因为毕竟黄北新最开始的诉求是不参加体制之内的政治生活 而是纯粹地表达他们的诉求